這次地震發生在美國太平洋時間5日凌晨1時 震源深度為9.9公里 位於阿拉斯加東南角的主要城鎮 克里格亦有震感 當地報告指有房屋搖防 但目前尚未收到更多的災情報告 克里格當局已經將當地的部分居民疏散 太平洋海嘯預警中心表示 已經針對靠近震中的阿拉斯加沿岸地區 發出了海嘯預警 當地已經監測到出現浪潮波動 目前海嘯警報已經陸續取消 阿拉斯加海嘯預警中心認為 這次地震引發的海浪 不會造成破壞性的影響 呼籲民眾保持冷靜 阿拉斯加以及其附近地區位於地震大 半世紀以來曾經出現多次 黎克特製7級以上的強烈地震